然后咱们现在出发 但是正常的话还是主要就是韩文和英文 我等一下就这样想 我看那个因为现在这个批发市场是不开门 但是这个不妨按 把这个整个商圈现在先大概等下介绍一下吧 因为我们走这条线的话 等下也会遇到这个经过布料市场 东南门市场现在的情况是 整个这个商圈它是那个分块的 你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为什么叫那个你刚才从地铁站下来 那站叫东南门历史文化公园 这个建筑物就叫东南门历史文化公园 就这个鸟巢是吧 这个是每年的这个10月的中旬举行的 首尔时装周 就是在这个里面举行 然后这个是APM PLACE 现在是东南门最火的一个批发市场 应该是 它有好几个市场 然后火热程度不同 火热程度不同 这个是比较新还是怎么回事 比较新 APM旗下呢 现在是有零售市场 还有批发市场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边 上面写一个哈喽APM 也是APM APM是一个公司是吧 是一个很大的 在韩国属于一个 在这边比较这个卖场来说是最多的 APM旗下的有 这个哈喽APM是属于零售市场 零售 APM PLACE是批发 等下我们会放到那边还有两个APM 那两个也是批发市场 四个APM 然后呢 这边这个 我们这个站对面 这个有一个LOTE FITI 这个乐天 乐天 这也是一个乐天的百货店 但是那个质量 还有档次 稍微相对于民众那边要低一点 那这是APM跟那个乐天哪个厉害去 相当于不同国系的 它是不同的性质 乐天是属于那种是一个大企业 是一个属于一个家族鞋 它的扩展业务非常多 对 APM只是在东大门这个区域 只做这个服装生意 只做对 只有这个批发和零售的这个衣服的这个生意 触角没有伸到别的行业 对 所以说从性质上来说 它更专业一些 对 没有这个竞争的这个可比性 对 等于说是属于两块 两块业务 但是他们在这边还是会有所竞争吗 对对对 这边是 就服装行业来说是竞争 对对 服装这块 APM先还是乐天鞋 批发市场的话 肯定要是APM 批发市场是APM 对对对 后来乐天看到 韩业不错 触角升进来 它这边也是就是怎么能说呢 这个乐天 是还是属于那种中 这个中高层的这个消费层体 它始终定位就是零售 但APM它定位的就是大众大众的批发的 量走的比较多的 对对对 还是主流的 主流 主要是款式更新的非常快 到他们市场现在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这些卖场 批发市场加起来 要有10个左右 10个 APM就已经是几个了 APM三个 四个 四个是包括零售的 现在说批发的话 APM Place 这个APM Lux 还有一个就叫APM 那是最原始的 原始的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 那个UES UES 这个市场呢 以前叫UES 现在改名叫DDP 这个DDP就是 这个东南部历史文化公园的这个缩写 DDP 改名叫DDP 对 然后还有设计楼 它应用就是Designer Club 还有就是这个OT 就是OT和清明河 七个八个 对这八个了 然后还有其他那些比较可能小众一点的 还有大概三四个 这八个是最主要的 批发 都是批发 零售呢 零售的话是我们看这条街 整个这一条街 左手边这个 这个上面写City这个 嗯 它那个韩语就是 就是Good Morning City 就是早安 早安城市 然后这个Hello APM 还有后面这个 这个Midio呢 这个全部都是零售 都是零售 都是零售 哦 那也就说零售也就在这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讲 整个零售就在这一块 然后其他呢 都是批发 那一般价位到什么程度啊 嗯 韩国的衣服 现在价格的话 是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要是看夏装和冬装 那夏装的话呢 因为现在和国内这个竞争 比较激烈 因为我们那个广东啊 杭州那边很多 现在也起来 对对对 韩货也非常多啊 然后这个东西 有些仿的质量也差不多 所以说韩国这夏天衣服 基本上是价格 大概在像 举最简单 像T 卖T的话 韩元的话这边大概是在1万左右 1万到1万5 60 60到90吧 嗯 然后还有简单的那种 针织山 针织山可能要稍微贵一点 嗯 2到3万 有贵点呢 会超过3万也有 嗯 基本上2到3万 那就比较亲民的价格了 比较亲民的价格了 比较亲民的价格 对对对 嗯 连衣群 嗯 连衣群有那种 像那个香奈尔相枝那种的 仿香奈尔那种的 稍微贵一点 嗯 可能会走到往5万 5万以上 仿香奈尔 之前在韩国这个批发市场 也分 也分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层级 嗯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批发市场有8个嘛 嗯嗯 嗯 这8个批发市场其中有一个OT 还有亲民盒 其实东大门商圈最早的批发市场 嗯嗯 而且这两个批发市场 特殊的是他们凌晨0点开门 嗯嗯 开到隔天的12点 哦哦 这两个OT 对 OT和亲民盒 其他的都是晚上8点 然后开到隔天凌晨的5点 那那两个市场为什么 这个比较特殊 那两个市场其实 一是韩国这个批发市场中最早的 嗯 然后第二呢 它是现在是属于一个 韩国人进货比较多的一个批发市场 嗯 韩国本土 韩国人自己去消化的一个批发市场 比如说釜山过来进货 对对对 周边的城市 泉州啦 釜山啦 这些啊 啊 还有经济道附近的 哦 就老的这两个还是韩国人之城 对 它那个 像这个批发市场呢 嗯 是比较那个卖中高端一点的品牌 可能会聚集的比较多一点 那等下我给你带到那边 这个 嗯 一些可能是比较中中中下的一些 一些中等的一些批发市场 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牌子了 就是当口啊 可能就没那么没那么聪明 啊 比较小众一点 啊 这里面有些当口已经做到了 就是有自己的模特 可能现在甚至有些有自己的设计师 嗯 有自己的官网 嗯 然后去做这些 所以说中国很认这个牌子 他们的一些牌子 现在有可能将来会注册上邀 啊 一些已经 已经注册了 也有些还会再注册了 所以说已经做出来了这个品牌的风格 嗯 因为不再是单纯的 像以前那样的 就是 就是随机便便批发了 其实韩国载子里面它的设计的元素并不多 嗯 它自己会加一些很简单的剪裁 嗯 然后就成为了他们的风格 嗯 是整个这个 都那么地融化公园的这个全貌 啊 整个这个建筑还是挺挺有意思的 嗯 嗯 应该是一共就四层楼 嗯 对对对 它那个DDP 为什么呢是 其实去年刚刚改变 到现在可能也没有8点的时间 那为什么改变 嗯 因为那个 之前叫UAS 嗯 它改名的原因是因为UAS是唯一一栋 嗯 这边是政府所有的一个产权 嗯 当然之前曾经有过政府这个产权到期了 想把这个东西给收回去 嗯 那这个里面的一些卖场的皮革商 就是蛋口的老板 包括客人就抗议嘛 嗯 这个抗议确实有了一定的效果 然后 这个东西这个建筑 然后这个卖场是维持住了 但是把名字给改 嗯 就改为DDP 嗯 对 韩国这个市场 确实比较特殊 嗯 它是那个晚上来运作这个整个皮革 嗯 这个 像我们国内 嗯 杭州的四季青 杭东13行 这边就是比较大的皮革商 嗯 就是没有一家说是晚上开门 嗯 对啊 可能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到现在没有一个非常官方的解释 嗯 我认为是韩国应该是想把这个东大门这边的地市场 也是 给做起来 因为本身这个零售这块的话 这边 那白天本来就开门了 嗯 那如果要是啊 零售和批发同时 嗯 白天都开门 轮回轮回不来 对 可能这个时间就是不卖场太多了 但是人要有正常的作息啊 所以说这只能猜测 那这个就没办法 就能牺牲 这个一大部分人 对 可能就晚上就特别来这边打货的 这些小姐姐啊 那没办法 嗯 你来这边打货 因为你要适应东大门的这个 time 对对对对 就这个时间就很神奇嘛 对对对 不是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也没搞的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过到美国时间 嗯 因为我们那边 那个鞋子嘛 嗯 我就说隐晦一点 鞋子也是都是晚上进行的 但是是有特殊原因 然后后来慢慢形成的 鞋子啊 是福建那边 对对 你知道那个鞋子 嗯 现在这边 这个我们对面这个楼 嗯 叫Dota Dota 这个楼也是现在就是内地比较火的一个 这个免税店 嗯 嗯 然后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聚集店 嗯 然后他们这个免税能不能说一下 因为很多人过来买是吧 很多外国人过来买是吧 然后他这个免税就挡出来了 对 你像国内咱们那个汉州市场啊 义务市场啊 管州市场啊 这些都没有说打着一个免税这个起 起好出来对不对 没有说这个免税这个情况 免税的话 但是他这边免税都做的非常推的非常 因为首先我们国内的情况呢 本身就是啊 这个 国内可能有些特殊原因啊 他这个卖场本来就是很少有 比较有少有 针对免税店 因为免税这种 这种业务类型啊 针对的就是外国消费前提 对 那韩国的话本身就是 他这边东大门主要就是靠外国的观光客 还有就是国内的这些 这个过来扫货来进货的客人 来这个带动他整个的这边的产业链 所以说呢 他这边就靠周边国家养活的那种 对可以这样讲 所以说这个免税店针对的就是这些外国客人 免税店的情况呢 现在是这个韩国火的 像主要就是乐天那边 有乐天免税店 是韩国最大的免税店 然后再其次呢 有这个新罗免税店 新罗免税店之后有新世界免税店 然后呢 这些是比较大的 那小的呢 有那天我们到观光门看到的那个东河免税店 这个多大免税店也是其中之一 也是最近 其实也是这几年两三年之内 出来的这个地方 哦